由於反對派的議員 是瘋狂拉布玩議事規則 結果搞到現在連會議都開不了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只能夠向社會證明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求修改議事規則 是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會議因爲秩序而無法繼續 我們是被迫要休會 對於一地兩檢的決議案 是被一拖再拖 未能起今日表決 而且反對派仲無所不用其極 先以五十四 潑湖四 再以八十八條 是來玩程序 去拖延 去搞破壞 我們表示非常憤怒和遺憾 他們今天是擺穿一場大龍風 一直扯貓尾 又要做好人 又要做壞人 其實都只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想拖垮議會 我們香港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要做的 我們應該是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 我們應該給市民所給 不一定會考慮 我們今天也是有所狂的 我們十一天 那麼有年出發 我們選擇 我們今天就做好人